信为道远远功德 一切不如法了 统统都是从信心上发生 而我们对信这个意思 往往是粗心大意 是活的 以为自己学佛多年了 这个没有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最严重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后面全都错了 都受影响了 后面是结 行政 统统都没有了 所以李老师对我 教导我的时候 这个信 他也是真的用信教我 我那个时候受了戒 我学佛七年出家 出家两年才受戒 受了戒之后回到台中 去理解老师 我那个时候他在词光图书馆 我还在门外 他在里面看到了 指着我 你要信佛了 很大的声音 说了好多声 我听了就很纳闷 进去之后 跟他行了礼 他叫我坐下 我不信佛 我怎么会修佛呢 我不信佛 我怎么会跟你学奖经呢 那又出家又去受戒了 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怀疑的眼光 看到他 他叫我坐下 然后告诉我 他说你要想的 有多少老和尚 到死都不幸福 我越听就越不懂了 怎么着我死都不幸福呢 然后他告诉我 佛所教的他没做到 施善也没做到 三规也没做到 五戒也没做到 他的意思我就明白了 跟张家大师讲的意思 是完全相同 你真正相信 真正明了 决定做到 没话说 肯定的做到 你做到多少 就知道你有几分的信心 信心从这里看 还不是从戒 戒你书念的很多 你讲经讲的天花乱坠 你十三五戒 依旧没有做到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个戒没有用处 那严格的说的时候 那个戒是你自己的 意思在接近 不是如来真实一样 开经纪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一样 那是要真信 他才能理解 真结一定有真心 行才有真 真什么呢 证明 你所信的 你所解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就证明这种事情 所以你想想这多重要 这个都是讲到 学佛的基础了 我们这个基础 要是不能够奠定的 这问题多 搞了一辈子 还是出不了六代轮回 出不了六代轮回 很麻烦 为什么 来生能不能等人生 太难了 就好 再次用点赞 散洞 你怎么能让你 去死人 去死人 你怎么能够 摆得过 你怎么能够